如何保持与神的关系呢?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信靠、亲近、遵从和侍奉 一会儿我讲保持圣灵恩高是如何保持 保持与神的关系就是信靠 信靠不是信耶稣得永生 而是我相信神是很美善的 祂的属性好到不得了 祂经常都疼我们 经常都关心我们 经常都想着我们 经常都想祝福我们 这样信靠 祂一定会 神给我一个定义 信心很简单 神应许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祂答应了我不用担心 其实我对于所有生命的一件事 放松都是因为我相信神是会照顾的 信靠 亲近就经常思想神的话语 看了之后思想 然后就爱慕神 又宣告神的爱 又爱慕神 还有互动式的就是我相信我 在爱慕神的时候 神是很欢喜的 这个就是恩怜 又由上至下 神在爱我 神在祝福我 一个我向上的就是敬拜 我爱慕神 我感谢神 神帮着神 有一个互动的就是说 我相信我在爱神 神又很欢喜的 也当然有代讨 可以有第四种的代讨 好了 然后跟着就是遵从 就是凡事遵从 因为神知道谁的心 如果我们各样各样 就是凡事神感动 我们就遵从 我们需要处理 我们就处理 神是很欢喜的 神是会知道 哪个真是喜欢他的 因为有些人 他们遵从又怎样呢 看看自己 我都没有说大话 我都没有生气 我都没有生气 我又回教堂 他觉得已经遵从了 因为他们说的是 superficial 我所说的遵从 凡是神的心的事 我都会很想去做 神喜欢的事 我就会想去做 总之我见到人 我都想去关心他 令到他觉得被舒服 我都会经常想 就算 譬如那个姊妹 我都会想他的感觉 这一刻我立刻会想他的感觉 不过这个时候 我们都没有去处理 但是我立刻会想 他会不会有什么感觉 我每一件事做 我都会想想 我会不会有什么感觉 我怎样处理方法呢 由侍奉 就说 什么侍奉 都是神喜悦的 这个就是说到 基督徒基本的保持 但说到圣灵恩的保持 我之前都说过 第一就是 悔改 憎恨罪 离开罪 为什么我会加这个憎恨罪呢 我发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譬如他怒人 他下一次有 他又再怒过 他又不觉得很大件事 但如果我们觉得 怒人是很严重的 破坏我和实关系 破坏我和实关系 破坏我的生命 我就会很憎恨 那些呢 很多人都会上网看色情的影片 那些呢 很多人就不憎恨 反而享受 但如果你憎恨 你说我看这些 是破坏我生命 是神不起悦的 那他就会有动力 他离开 第二就是圣经 有些人经历圣灵 他就不看重圣经 因为圣经是给我们 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 告诉我们神的属性 神的应许 神的尾线 是我们信用的基础 亦是我们得力的基础 第三就是信心 经常相信神很爱我们 第四就是 心灵的祷告 用长时间 心灵的祷告 刚刚我这才说过 然后第五就是 渴望 有很多人会说 你祈过土 和我不用再祈了 他没有什么渴望的心 其实有圣灵恩高的人 我都会请他为我祈祷 我不介意的 即是我不介意 我的教育都会为我祈祷 我会有一个很渴望的心 然后跟着圣灵恩高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叫我们能够遵从 而遵从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大戒命和大使命 就是爱神爱人 和全人福音 和建立灵命 因为大使命不只是全福音 全福音和建立灵命 事实上在天国 信耶稣的人很多 不过真是遵从神的人很少 所以我觉得 兴起人的灵命和训练人师父 是更加是天国的影响力更加大的 虽然我一样全福音和我训练人全福音 但是我训练了那个人做 那个人做的果效更大 就是说 你可能有一千一万个信徒 是动都不动的 它果效不及一个很热心爱主的基督徒 然后按手祈祷 和集体祈祷 圣灵充满的祈祷 是有帮助的 第二 第八样就是处理生命 就是保持圣灵恩高 我再说一次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 憎恨罪离开罪 第二就是 《中义诗经》 和《行出圣经》 第三 《信心》 第四 《长时间心灵的祷告》 《心灵承辞》 第五 《渴慕》 其实这个可以和第四 可以和第四 《渴慕》 就是想更多 第六 就是遵从 而遵从大戒命和大使命 第七 是按手祷告 和圣灵充满的聚会有帮助 但这个只是帮助 最重要是自己保持 第八样就是 处理生命 如果不处理生命 整天都烦恼 根本无可能 保持圣灵充满